四月的廉價第一天 我們來看看 沒想到這個日本動作 可是超級積極 沒錯 不要以為這是愚人傑的笑話 不是的 日本的外相林芳正 那麼他去訪問中國 披頭他訪問中國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他要求中國立刻釋放 那麼所逮捕的 日本企業的日本員工 因為中國公安單位 以違反間諜法的名義 啪 就把他抓起來了 那事情抓到了 為什麼在中國違反間諜法 罪很重 你知道嗎 而且我告訴各位 從二零一四年到現在 已經用這個名義 抓了十幾個日本人 都說你是違反間諜法 到底是違反什麼 也沒人知道 反正他說你是違反間諜 你是間諜就是間諜 所以林芳正這次 那麼其實他還沒去之前 就已經在日本召見了 中國駐日本的大使 抗議 要求放人 那中國說不用說 我們國家的這個法律 你們的國民來 你要做好法治交易 不可以當間諜 義肅是這樣 可是問題是 那到底是犯了什麼罪 他又不講 好 來啊 這個案子比較特別 這個案子很特別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案子 以一個日本在藥廠當高階主管 你說他是間諜 這個藥廠的主管來自於 安斯泰來這家公司 那麼就有網紅 當然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網紅就披露了 我們所不知道的相關的內情 是說他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這家公司的高層主管 後來他就查了一下 發現一件事情 這家公司擁有專利生產 專門治療 請聽清楚 器官移植造成排斥反應的特效藥 而且在中國的銷售量 那個所占的比率高達14% 輝民記不記得 這一兩個月我們一直來討論一件事 中國的高官為什麼可以活得那麼長壽 因為他們體內的器官不斷的運用 可能懷疑是不是來自於 摘除法人公死刑犯身上的器官 年輕人的器官 摘了以後給這些 這個元老級的這些高幹 然後嚴壽 可是問題是器官摘除了以後 不是你想像中摘除了OK 他要大量的長期的扶持 這個所謂的反排斥的這個藥物 他要不然一排斥的話 很可能就掛掉 必須要重新再移植等等 那你想看這家公司 那麼所占的比率高達14% 會不會這個網紅他們相關懷疑是 會不會他去打聽了一些 不應該打聽的東西 但事實上日本也發現一件事 中國對日本的威脅 遠遠現在大過於北韓 他應該講對亞洲跟全世界的威脅 所以日本也做了一件事 他聯手了印度 去訪問了印度 然後緊接而來 那麼在一些重點的投資跟基礎的設施 他也投資 他預計 預計在五年內 那麼岸田文雄 去跟印度說 五年內我們會投資高達420億美元 而且事實上四方廢談 現在美國在講 亞太印太對不對 印太聯盟之外 事實上現在四方廢談也很重要 其實講白了就是聯手 這個全世界人口第二大的國家 聯手印度來對抗中國 因為印度其實 現在跟中國在喜馬拉雅山又槓上了 五萬多個人馬幾百量的坎克 又在那個地方對峙就對了 所以現在他們決定聯手印度 那麼大家一起來聯手 好 聯手印度還不夠 現在美國透過國防物資轉讓 直接撥 撥交兩個季風號 跟焚烘號的巡邏體 這個是那麼我們說的 熱度的這個撥交 什麼意思 熱度的撥交就是 他們現在都還在服役當中 直接還在服役 就直接撥給你就對了 直接說 不用錢送你 因為為什麼撥這兩個 而不是大型的這個巡邏件 因為很簡單 因為那麼你知道 菲律賓這個地方 事實上很多的這個島嶼 所以在一些潛灘潛水的地方 還有島嶼多的地方 反而這樣的一個巡邏艦 巡邏艇反而那麼可以提升 他們的使用率 因為那麼中共不是 之前中葉島什麼島 動不動就三四十艘民船 民兵船就包圍 那他這個巡邏艦 比他們的民兵船大 你知道嗎 所以用他們去壓制 是綽綽有餘的 剛剛講到日本 日本其實現在也跟菲律賓 也跟越南合作 甚至於把一些巡邏艇 也送給菲律賓 除此之外以色列 以色列那麼也即將在 這個等於說採購的部分 我們常講的F-35的逆中戰機 要增加到五十架之外 現在還採購了KC-46A的這個加油機 還聯合軍演等等 各位千萬不要小看 那個以色列的軍工事業 為什麼 以色列的鐵熊系統對不對 連美國都要給他買 美國的華盛頓 他們相關保護 相關的華虎防護 相關的基地 都要向以色列買他的鐵熊系統 近距離的防空飛彈他最棒 全世界他最棒 你知道嗎 所以惹不起啊 真的惹不起啊 那以色列本來跟老共的關係是不錯 老共有這個所謂的攻擊自殺無人機 就是跟以色列買了兩三百架的 這個哈比攻擊無人機 然後回來給他拆一拆 就山寨板你知道嗎 山寨板以後這個技術又賣到中東去 結果輾轉現在進到了這個俄羅斯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以色列事實上 他雖然現在國內因為這個所謂的 相關的法律立法的問題在抗議 但事實上以色列小歸小 卻是全世界最大的雄獅 阿扎 rtoi 財 咱糊 豫 desk 財 咱 財 臨 等等 財 財 务